呆萌可爱的熊童子 Hello,大家好,我是郭长章 那今天我来到了我沈子的多肉小苗圃里头 它这边呢,有各种各样品种的多肉都有 那今天浓重的为大家介绍一款小多肉 特别的可爱,毛茸茸的 特别好玩 它叫做熊童子 它那个小爪章就像小熊的爪子一样 好了,那接下来我就来仔细的讲讲它 熊童子是锦天科被子多肉植物 它的叶片毛茸茸的 并且叶尖还有红色巨齿状的边缘 像极了熊的爪子,十分呆萌可爱 受到了很多花友的喜爱 我看了一眼就被它萌化了心 那想让它长出红爪子 还想让它抱盆 养殖方法非常重要 下面就来讲一讲小熊同学的养护 一,熊童子喜欢温暖干燥的环境 最好放在有光照且通风的地方 它耐高温,但是超过30度 就要做逼音处理,以免晒上叶片 二,土壤 养多肉的土壤 都是需要排水性好的砂质土壤 我用的土是粗砂和腐质土 按6比4的比例混合使用 在上盆之前,要先在盆底垫一层粗颗粒的沙子 保证排水性要好 三,浇水 浇水的话要不干不浇,浇必浇透 千万不可浇水过多,容易烂根 夏季高温的时候,浇水更不能过多 因为夏季是它的休眠期 四,在生长期,给熊童子适当的施一些液体肥 有利于植株吸收营养 只要有足够的养分,它才会长得快 夏季休眠期应该停止施肥 养姐朋友这么呆萌可爱的小肉肉在家里 心情也会好很多 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有喜欢的朋友可以点点关注 感谢大家的观看